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时肖战先生胜诉了 应当给其赔礼道歉 并且不再损害肖战先生的名誉 作为公众人物 肖战前几天又被私生犯了 关于肖战的被私生消息 我们看到的已经不是一回两回了 作为公众人物他被一举一动 本身就在大家多多注视下 我们平时也已经够了解他的生活了 那么 私下里当他已经下班的时候 那就是属于他的个人生活 我们不能够去干涉 也不能去私生干扰到他 明星也有自己的生活 我们不能够为了一己私欲 去偷窥他们的生活 那会对他们造成困扰 其实肖战和人敏的玉古瑶最新的路透流出 肖战一袭白衣 就像是谁家的少年郎一样掀起飘飘 肖战真的很适合古装剧 但是每一部的古装剧都会给人不同的风格 给人一种仙气轻贵的感觉 虽然玉古瑶才刚刚开机定装 但是我觉得 两位主演一定能够演好这个电视剧 不辜负朱妍的原著党粉丝 希望这部电视能够大爆 让肖战的影响力更上一层楼 大家其实可以看到 肖战的演技 其实是在慢慢提升了 哦 相信通过他们的演绎 能够让我们淡入情绪 和他们一起进入角色 应 routin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支持明镜与点点 Towards onder喔 甚 worse 再订阅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去